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 魏明渝分析师老师好 千涵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关于云端需求这部分 疫情好像稍不太到 那伺服器股是不是老师 有什么可以留意的地方呢 我想啊 以在最近这个波段的台股 忽涨忽跌 那当然话 很多投资朋友们 你会觉得这个操作难度 非常非常之高 那重点我想在这个疫情 这个当下 尤其说到目前为止 这个武汉肺炎疫情 一点点也都没有 这个缓和的这个迹象 那当然话我想到目前为止 这个实际上案例 确诊案例已经高达 这个7万4千多例 然后死亡人数也高达 这个2121人 那相对我想 这个疫情都还在走一个 延烧的这个当下 那我想就是各位 你不妨可以去好好探讨 哪一些族群 个股是根本 不受到这个疫情的一个干扰 那尤其说我们有提供给各位 你可以来针对两个方向 就说这些个股 它的整个族群 它是属于这个长线利基的一个趋势的一些族群 个股 或者是说它具有这个高值率率的一些相关个股 我想这个都会是在这个阶段点这个疫情这个当下 等于说它是个资金最好最好的一个避风港 那针对我想整个这个云端伺服器这个产业 尤其说在去年啊去年受到这个供过于求的这个干扰因素 等于说受到这个中美贸易大战这个影响 那你说在去年的时候形成一下衰退的状况 那这个衰退我想历经大概一年多的这个库 就是说去库存化的一个后续 等于说从今年开始 尤其说针对这个5G 5G也一样从这个去年是这个5G延年 那我想到目前为止 全球已经纳入到这个5G的一个商转的一些国家 已经高达这32个国家 尤其说这电信商也有高达这56家 都已经开始在部署这个5G的一个网路 那5G网路尤其说针对这个整个5G 不管是说它对一个传输的一个这个数据传输 甚至包括它的一个库存 库存的一个量都会做到一个加大 那尤其像台湾的部分尤其像这个Google Google在2011年已经在台湾 也建置一个在这个彰化也建置一个资料中心 那甚至在去年 去年甚至又加码台湾 等于说它在台南也购地也买了地 即将要准备 就是说建置在台湾的第二座的这个资料中心 那当然这个相关的一个需求 一个不断扩大 所以这个资料中心的一个建置的一个后续 等于说相关这个伺服器的一些个股 也蛮值得各位在这个节点 来做到他们密切的一个锁定 因为毕竟最近这段期间不管是像一些相关概念个股 像博智 微盈 甚至包括像这个这个 像详硕的一个部分我想在近期 股价的表现非常非常亮丽 那各位不想看一下就是说针对这个波段 大盘忽涨忽跌 那等于说像这个8155的博智 我想到今天为止已经连续 从来买点需要产生一路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这段期间拉升的弧度 是又凶又猛到今天为止 股价都依然还在做个实性创高 那这些相关创高的这些标的当话 他战胜整个疫情这个当下 我想各位还是一样不妨 你要去特别留意他的一个卖点 等于说股票这个阶段里 我们提供给各位 我们不建议各位去做一个 这个波段的一个操作 那等于说你要执行一个叫 大概操作循环一个礼拜上下 有买有卖这种短波段的一个操作 来呼应整个变 就是说这个疫情的一个变化 那除了像这个博智不断不断做一个攀高 那你要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6269这个微影的部分 我想在昨天 他也正式才产生这一个波段 这个短多的一个买点讯号 那这个买讯做一个产生大化 后续做一个不断不断公高的一个 那一样也要请各位要特别特别留意 他的一个短线的一个卖点 那甚至包括像这个2368 像这个金箱店的一个部分 我想从这个礼拜礼拜一开始 也产生他这个波段的一个波段买点 那波段买点产生大化 后续一路公高 公高上去的话 一样请各位留意卖讯 那另外我们不妨我们就列举基党 一样相关这些伺服器的一些概念个股 在短线上已经产生 卖讯的一些个股 包括像这个2382像广达 这个卖讯已经产生在这个63块半 甚至包括像这个2059像川普的部分 365块钱在今天也产生他这个波段的一个卖点 那至于哪一些 伺服器相关的一些族行个股也可以 蛮值得各位 短线上去做到他密切留意的一些个股 我们不管看一下 就是说包括像这个3661像 4星KI 一样在昨天才产生这一个波段的一个短多买点 甚至包括像这个2345像智邦的部分 等于说今天我让他满眼熟 已经即将做一个产生 那请各位要去特别特别留意 买讯一到你就要执行这个买讯这个动作 另外包括像这个627是一样做这个 这个伺服器板卡的 这个像这个627是个台要 短多买点也即将做一个产生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3533做连接器 相关的这个夹者 这个波段修正幅度也相当大 那等于说后续一样请各位去密切留意 他的一个短多的一个买点讯号 那至于说这些相关个股 他的一个讯号的一个产生 那卧老师我们都会在不定时在我们这个Lite 给各位做到第一时间的一个分享 那也请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加入之后 再来密切留意 这些相关个股 他的一个买卖点这个讯号的一个提示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te 财经解释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